整個有氏分裂的過程 我們不會畫人類的細胞來說明 因為我們有23對同樣染色體 太可怕了 所以我現在用一顆腺蟲的細胞好了 腺蟲是一個相對簡單的生物 它只有兩對染色體 我們用它來畫比較簡單 課本上也只畫了跟我一樣兩對 這是一顆腺蟲在生長期的細胞 它裡面應該有兩對染色體 可是我都看不到 為什麼看不到它 生長期的時候有染色體嗎 有 它還是染色質的狀態 但是為了說明方便 我在這裡面畫出來 這裡面有兩對染色體 1A 1B 是第一對 2A 2B 就是第二對 它跟人一樣 這雙成對染色體 在生長期最重要的事件是什麼呢 就是複製 把細胞質裡面的東西Double 把細胞核裡面的東西Double 然後做好準備之後 內層兩個細胞裡面的東西就不會少了 所以生長期最重要的事件就是複製 這滑動的黑板真的讓人知道了 偷偷的把它卡住 欸 你怎麼聰明 好 接下來我們就得到一個複製好的細胞 你看 不動 開心 好 裡面會長怎樣的呢 抱歉 還是看不出來 因為它還是染色質啊 但是為了說明方便 我把它畫在下面 其實呢 我們的1A 已經變成兩條DNA了 已經有它的姊妹了 複製姊妹花 1B 也有兩條了 2A 2B 也有兩條了 姊妹呢 會跟彼此以終結相連 這個位置叫做終結 好 接下來我們就真正進入分裂期囉 好 這裡是分裂期 分裂期呢 我們當然是先直分裂再合分裂 先合分裂再幾分裂 好吧 比較重要是應該做完了 所以我們看一下課本 課本的字記章讀非常棒 藍色的部分就是生長期 接下來有四格對不對 1 2 3 4 請大家在文字的部分幫我標一下 前 中 後 末 剛剛他畫的圖非常典型 這四個階段在課綱當中 不能出現它的名稱 但是我們還是教給大家了 考試也不會考你是在前 中 後 末 我說學測不會 但是離期這四個階段 有助於你知道整個事件發生的前後順序 所以我們還是會講一些中後 那最後這個階段是什麼 猜猜看核分裂完要幹嘛 直分裂 沒錯 好 那我們就先來看一下 核分裂的前期 前期 前期會發生什麼事件呢 它又動了 前期最重要的事件就是染色質呢 我們要把它先用蛋白質把它纏繞好 把它濃縮成染色體 這樣才不會怎樣 你複製好的DNA很長 才不會因為在分裂到子細胞的時候 發生一些糾結斷裂的事情 所以我們會先把染色質濃縮成染色體 我就畫到這裡來 我就可以大光的把這個東西畫過來了 好 我就有1A跟他的姐妹 1B跟他的姐妹 2A 2B 畫過來了 好 那我們說其實只是前期最重要的一個事件 其實還有一些次要的事件 我們為了要把這些東西分到兩個的細胞 我們會希望細胞核裡面有些東西 妨礙我們的染色體的分離 所以我們要讓核膜核仁消失 把我們追到那個虛線不見了 核膜消失 核膜的成分 反正所有的膜都是靈質質 我們就讓它就地解散就好了 所以核膜消失 那核仁呢 核仁要消失更簡單 核仁只是堆放一些材料的區域 把它打散就好 就沒有問題 核仁的消失老是沒有畫 不過個人上有沒有 你們看一下 有沒有看到一顆深色紫色都不見 它有畫對不對 但是它的圖裡面不是很明顯 其實有體會看到 我們這一節課結束之前 會讓大家看一些我記得的圖 好所以前期第二件事情 讓妨礙我們分離的東西消失 三 仿垂絲會出現 有一種東西叫做仿垂絲 待會我們會看到它的功能 它會在前期的時候 然後先跑出來在旁邊 這樣 不知道在幹嘛 好 前期結束 重點白在染色質變成了染色體 接下來我們要進到周期囉 周期的關鍵事件是什麼呢 是排列 怎麼排列 就會怎麼分離 排列的方式就預告了分離的方式 我們來看一下我怎麼排 好 我們這樣排喔 這裡 一個一乘二倒下來 喔 我化不下 一乘二 我的細胞不夠肥 再加肥一點 這樣可以嗎 喔 我那麼自行啦 好 然後呢 2A乘二 2A乘二 這樣可以喔 好 這個時候呢 你會發現呢 染色體呢 會跟他的姊妹搭在一排 假想的平面上 這假想的平面叫赤道板 然後你會看到剛剛的仿垂絲 會搭到這裡來 仿垂絲會附著在姊妹 複製染色體的兩側 你覺得他們要幹嘛 同學是準備要怎樣 把他們拆開 所以我這樣子的排列方式 就代表下一個階段 我的染色體會如何分離 我們來看一下後期 後期的關鍵事件就是 染色體會分離 怎麼分離就看你怎麼排列 好 既然我是這樣分離 我可以猜想我的細胞 這樣排列的話一定是這樣分離 1A會和1A分離 1B會和1B分離 然後2A和2A分離 2B和2A分離 會變成一個V字形 為什麼 因為我的仿垂絲 從這個地方牽引 往兩個子細胞的方向去 所以我的染色體會被拉開 所以這部分是姊妹分離 複製的姊妹染色體分離 好 接下來末期 末期不用背 因為他跟前期是會剛好相反 請問各位同學 前期的最重要事件是什麼 所以這裡就會讓他反過來鬆開 前期的第二件事是什麼 所以這裡就會是 何謀和仁會出現 何謀和仁會出現 好 前期如果仿垂絲出現 在這裡呢 仿垂絲就要消失 那會變什麼樣子呢 好 首先他的形態 會變有點像雪人這樣子 好 然後何謀和仁出現 好 然後呢 手開 還撩撩 不知道裡面有什麼啦 沒關係 我們等一下再來看 裡面有什麼 好 所以我們的分裂期的 何分裂就到這邊喔 但是最後還有一個階段是什麼 直分裂 不要忘記 直分裂很簡單 以這個細膏而言呢 我就把細膏紙抓開 就搞定了 好 裡面還是一樣 變回染色質 可是為了書名方便 我們必須知道這裡面是什麼 這兩顆內容物 成分應該相同 這兩顆內容物會是什麼呢 應該會是 1A 1B 2A 2B 對吧 所以這裡面應該會恢復成 第一對染色體 1A 1B 第二對染色體 2A 2B 所以兩顆子細膏的內容物 會跟原來的母細膏 會一模一樣 複製一次 姐妹分裂一次 分離一次 內容物不變 這應該是一個很單純的人力方法 對不對 先複製出姐妹 再來姐妹分離 然後就搞定了 天啊 我聽到那時候有起床氣耶 每天等到4、5點8個就在我上口角 就這樣就該以為 聲音扯知青座 亂轉個 黑黑黑的 忘 oyni打niquys 好壞喔 但想起我爺爺了 tast女性會有动的打 выбniquys 好 看看有色彩的過程 有什麼覺得不懂的地方 趕快提出來問問同學 欸不對 欸不對妳的臉有印象欸 妳常問問底吧對不對 怎樣 複製完還是染色質 只是我畫在下面有沒有 表示說複製完呢 其實裡面我們還是看不到染色體的 因為它還沒有進入分裂期 它還沒有把這個DNA濃縮起來 所以其實我這邊雖然跟這邊畫一樣 可是這個狀態齁 它其實是這樣是DNA 和蛋白質鬆散的結合在一起 還沒有包成染色體 對 所以課本上好像也有 它有畫間期有畫前期 前期才出現染色體 看到齁 所以請問各位同學 我們平常看得到細胞裡面還染色體嗎 看不到 因為你們知道細胞周期裡面 佔的比較多的時間是什麼 尖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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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長期 所以你看到的細胞 永遠是一團的 對 即使它是會分裂的細胞 你通常看不到它染色體 因為它是生長期很長 生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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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我們故意把它畫出來 直分裂的部分 我們要來說明一下 課本不是有植物跟動物嗎 我們現在來比較一下植物跟動物的差異 整個有絲分裂的過程中 動物細胞和植物細胞有什麼不一樣呢 有沒有人可以來看圖告訴我呢 形態的不一樣 我們來講第一個好了 看得出來植物的細胞方法 動物細胞圓圓的 除此之外 有沒有人可以看到什麼 植物沒有 綁椎 植物沒有 綁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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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該叫中 中心體 好 沒錯 很好 那幾號呢 17 對 我們來看一下課本 植物的綁椎絲 中間有沒有那一對東西 這樣兩個 像卡里卡里一樣的東西 兩個中心粒一組 是一個中心體對不對 但我們看到在前期的時候 中心體也變成兩組了 因為它有兩個這樣的東西 不只是DNA複製 細胞質當中所有的東西都不是 所以變成兩個這個 可植物有嗎 沒有 好 到細胞分裂完以後 每顆細胞是又回覆成一組中心體 有看到嗎 現在考試都要看圖 你以為你概念都懂 圖看不懂 到底是複製了沒 是多話還是小話 欸 考試搞不好就考這個 好 所以第一個 動物有中心體 動物有中心體 植物沒有 還有什麼差異呢 欸 欸 喔 perfect perfect 那幾號呢 20 20 很好 植物細胞指分裂的階段 你看 跟動物細胞不太一樣 我們看直分裂 我黑欄上畫的其實是動物細胞 因為動物細胞的直分裂 它是透過細胞膜的內線 直接完成的 細胞膜的凹陷 分成兩個細胞 但大家看植物 植物的細胞膜 跟細胞膜黏太緊 放不進去 所以植物的策略是 在兩個即將分離的 子細胞中間 形成什麼東西啊 細胞 板 對 細胞板到底是什麼 它是細胞膜的前身 這兩個子細胞 向中間一直分裂 果膠 纖維素 讀起來 分分裂 雙層磷子 搞定 變細胞膜 變細胞膜 所以細胞板 有點像細胞膜的前身 好 我自己是沒看到什麼差異了 他們有看到什麼 沒看到的東西 好 我們有四分裂就分到這裡 一分多後 我們位置姿勢 把一板擦光 所以你一定要照相喔 不要急著抄 先把不懂的地方看完 回家你在寫嗎 說真的抄寫 不會讓你增加那個能力 嘿 我想去測試 oh sure 會有人要問什麼問題 好 快去回回啦 因為我們待會兒講的東西很重要 會非常有時分裂 來進行減速分裂 可以可以可以 好 給大家一分鐘 看什麼問題 我們冷裝水 還有上廁所的功夫 回來 沒有 照相喔 我們要插一板喔 好我們來召喚一下今天直升 這上面寫90 但我相信可能就是 C12 對 C12 很厲害 還差一點而已 我們是個有組織的板 欸還有一位咧 還有一位咧 好 謝謝 謝謝那個 衛生還是服務補長 服務補長 謝謝 那你自己要遮一下你們的口鼻 為什麼要請支撐差一板呢 不是我來的運動 很愛運動的 不是會有肺 就是長期要吸入灰塵 不如分散分散風險到不同屆的小朋友上 真的 對不起 對不起 因為我有看到一些前輩 他就是發生一些背部的問題 對 然後我又不是那種使用同一片的老師 我有同一片喔 我也是可以去虛虛的方 但是我就覺得寫一下比較 比較 我比較習慣帶一種方法 對 好 好 接下來呢 我們就要來看 欸 翻到課本的三實驗 我們現在要來進入另外一種不一樣的 細胞核的一個分辨過程 今天 如果你將來結婚了 你跟你老公要生個小孩 你每一個人都有23對染色體 你有23對 你老公有23對 你們都操賣這個小孩的量 你們都把23對給他 我們小孩變變種了 這樣對嗎 不行 所以你在怎麼愛他 你有23對 你抽出23條 你老公的23對 也抽出23條 混在一起 欸 恢復成23對 這樣才對 而且你從23對抽23條 這過程其實是很合理喔 你們知道其實我們有23對才是不合理的 你知道我們的23對 一A一B 一個來自你的爸爸一個來自你的媽媽 每一對都是來自雙親 你知道這一對上面帶的基因是一模一樣的嗎 爸爸也給你寫紅素 媽媽也給你寫紅素 媽媽也給你寫紅素 爸爸也給你ABO寫成金 媽媽也給你ABO寫成金 爸爸給你角質蛋白金 媽媽也給你角質蛋白金 你所有的基因都有兩個copy 這才是不合理的 不是所有生物都是這樣 細菌就蛋清就沒有這樣 只有我呢 但是現在這種雙套 爸爸媽媽都給你一個基因的這種狀態 已經是地球上的主流了 我確定為什麼 所以爸爸跟媽媽在你體內要打一架 才決定你會想誰 好 那我們現在這個過程就是 爸爸23對要抽23條 媽媽23對要抽23條 我們來看一下怎麼抽開 就是減速分裂的過程 好一樣我來畫一顆細胞 一樣我讓腺蟲來減速分裂就好 好這是一顆腺蟲的生殖線的生殖紅細胞 它裡面一樣也只有跟體細胞一樣 第一對染色體1A1B 第二對染色體2A2B 好我們稍微介紹一下1A1B和2A2B的關係 我們剛剛說這個成對的 這很重要喔 成對的染色體一個來自爸爸一個來自媽媽 上面相對的位置都帶有一樣的基因 這兩顆染色體它之間的關係是什麼 你們有聽過銅圓染色體嗎 但銅圓染色體這個中文翻譯顯然不太好 很多人會以為它是相同的來源 可是它是相同來源嗎 不是完全不是 銅圓染色體的英文是 Homologous chromosome 它的意思只是是同質性的染色體 因為這兩顆染色體真的很像 上面相對位置都一樣的基因 譬如這裡是ABO血行精 這裡也是 可是爸爸是大AA 媽媽是小I 媽媽就打輸了 對 所以同樣染色體不同而言 成對的染色體一個來自爸爸 一個來自媽媽 2A跟2B也是一樣的關係 也是同樣染色體 好 這顆線蟲的生殖母細胞 我們先讓它在生長期複製一下吧 複製完以後才分裂 我們不是直接分裂喔 我們把內容減半不是直接分裂 而是做過一個很搞剛的方法 先複製一次 然後分裂一次 絕對方兩次 對 好 先複製 好 複製完之後 理論上 這裡面的東西已經Double了 可惜我還是看不出來 因為它還在生長期 沒關係 我告訴大家裡面有什麼 1A變成了兩條 1B也有了姐妹 2A也有了姐妹 2B也有了姐妹 好 東西都複製完了 我們就可以進入分裂期 減速分裂不會只分裂一次 會分裂兩次 所以等一下不會這樣喔 前中後末 前中後末 然後就會寫到這裡來 很可怕 好 請我們來看一下 好 首先我們來看第一次減速分裂 也就是減速分裂的第一階段 來 我的課本圖還是很棒喔 趕快來標一下 課本的第一張圖不是生長期 課本的第一張圖已經是前 好 來 1 這個是前中後末直分裂 前中後末直分裂 自己標 前中後末直 前中後末直 嗯 換得很清楚喔 這是哪一版 男1 還不錯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前期 前期的關鍵事件 就是把染色質變成染色體 好 把它濃縮 沒有問題 好濃縮出來之後 我們就可以很大方的 把染色體的狀態 畫到這裡來 好我們就會有 1A乘2 1B跟他的姊妹也在一起 好 2A 2B 都分別跟他們的姊妹在一起 好 這個就是第一次的前期 1前 我寫這裡好了 1前 前期當然也會有仿椎師出現 和任何謀消失的事情 但是那些事情太琐碎 但前中分裂我們已經不去理他 我們完全就專注在染色體的數量和狀態 好 萌縮 接下來我們要進入 第一次分裂的 中期 中期的事件是排列 對吧 睡著要醒來囉 接下來的方法會完全不一樣 接下來的這個圖呢 我保證 我保證 小考考 斷考考 學測兩年考一次 如果沒有達到 任何一個條件的話 我的頭和腳都剁下來給你 不是跟你開玩笑 但是我保證小考的時候 我會先錯一半 然後斷考的時候還會錯三分之 你不知道為什麼 因為我教的太難了 注意看喔 回想一下如果是有四分裂 這些人會怎麼排 1A層2 1B層2 2A層2 5B層2 姐妹拉開 對不對 有印象喔 剛剛才學的喔 好 那接下來我畫出來囉 但是到了減速分裂 我們的排法完全不一樣 這裡是1A層2 1A層2是跟誰排在一起 1B層2 然後2A層2 和誰排在一起 2B層2 我剛剛說了排列的方法 預告了分離的方法 然後呢 大家可以注意到 仿錘師點在這裡 你覺得這種樣式 是誰要跟誰分 剛剛有這分裂是姐妹分喔 現在是誰跟誰要分喔 同圓 同圓 也就是第一號染身體 爸爸跟媽媽給你們要分開了 第二號染身體 爸爸跟爸媽給你們要分開了 這個是一個很特殊的分離吧 所以其實 在前期的時候 我們有偷偷做好準備喔 大家看一下我剛剛 有私分裂的前期 我1A層2跟1B層2 有這樣乖乖的站在一起嗎 我畫的圖沒有 我的2A層2跟2B層2 也沒有乖乖在一起 但是因為為了音譯 我們現在要做的是減速分裂 我中期之前 前期我就偷偷排好了 這四個人排在一起 這四個人排在一起 同圓已經長得夠像了 還出現姐妹 這四個人排在一起的狀態叫做聯繪 1A層2跟1B層2排在一起 聯繪 2A層2跟2B層2排在一起 叫聯繪 聯繪成4分體 也就是姐妹跟同圓 四個長得超像的人 靠在一起 她是為了這件事情做準備 所以我們這樣倒下來 不就很方便 好 所以其實在前期 我的同圓染色體 就偷偷連繪了 於是在中期的時候 我就可以倒在一起 同圓排在一起 同圓排在一起的目的 第一就是為了第一次 減速分裂的後期 我是誰和誰要分離呢 爸爸跟媽媽給你的 同圓染色體要分離 這在有私分裂 看得到這樣的現象嗎 同圓分離 在有私分裂裡面 1號染色體的1A1B 有分到兩個不同細胞嗎 2號染色體的2A2B 有分到不同細胞嗎 沒有 所以這是只有減速分裂 才會發生的現象 包括聯繪 包括同圓分離 你在有私分裂看不到 好 同圓分離完 我們來看會變怎麼樣子 1A和1A姐妹沒有分離喔 而是兩個人一起往上了 1B跟1B姐妹也沒有分離 而是兩個人一起往下 好 2A和2A往上 2B和2B往下 姐妹都還在一起 只有爸爸媽媽給你的同圓分離 好 看一下後期 末期 I'm sorry 末期的話變成一顆雪人 我是怕晃不下 很想通風減料 好 末期我知道跟前期的事件 會剛好相反 對不對 好 所以前期是什麼 濃縮 那我這裡就會鬆開 前期和魔和人消失 我和魔和人出現 將其防垂絲出現 將其防垂絲出現 或其防垂絲消失 好 接下來我們跨到直分離 直分離以後呢 就會變成 怎麼畫得下 變成這樣了 變成這樣了 裡面都是我看不到 課本畫裡有點錯誤 不對 講錯了 課本畫才是對的 我這裡是錯誤 有什麼錯嗎 有個很大的錯 我現在減速分離 要是連續分裂兩次 連續分裂兩次的情況下 你覺得細胞會笨到 先把它鬆開 然後接下來再把它鬆起來 太浪費時間了 所以我剛剛 假裝很順利的把它畫完 但其實 根本不會鬆開 也不會出現和魔和人 如果課本出現的話 你把它改掉 課本中六季的套 把合魔和人出現 把它畫插 馬上又再一次分裂 幹嘛要再召喚 冰子之 合成合魔 幹嘛要把 合藏體的材料又堆過來 連續兩天 這間教室都要當考場 所以做完第一天的考試之後 你再把桌椅排好 然後你的課很方便 然後隔天再拿走 這樣有點蠢的 所以不用 好 所以我們繼續看喔 所以第一次 減速分裂的末期 它怎麼會就是變成這樣 好 下面一樣 熱愛成惡 惡比成惡 忙著抄 對你的程度沒有什麼幫助 沒看錯過去就是沒有了喔 好 整份列就放到這裡來 接下來我們要進入第二階段囉 第二階段的前期 它本來的關鍵事件是什麼 濃縮 我們現在需要嗎 需要再次濃縮嗎 不用 因為我們根本沒有解開 所以第一次的直分裂呢 直接就可以跨到第二次減速分裂的前期 所以課本上有差嗎 有 它的第一次減速分裂直分裂跟第二次減速分裂的前期有什麼差 看得出來課本有什麼差嗎 看得出來我們就趕在這囉 看得出來我們就趕在這囉 欸 排列也沒有任何 排列 排列 嗯 你的前面有剛好的排列嗎 沒有 我說的是第一次的直分裂和第二次的前期 第一次的直分裂和第二次的前期 課本有什麼差 課課和人消失 它和諾和人都在消失 可是這個事情對嗎 不對 那幾號呢 二八 二八沒錯 根本沒差 因為它和諾和人可不應該出現在消失 所以它多畫了兩個圖 不過那個還都畫不錯 因為它可以給你們一個前中後末的觀念 好其實是這樣直接跨到前期 好接下來我們要進入中期囉 好 那邊有二八錯了 什麼 啊對不起 這也是二一乘二 怎麼全畫錯了 這也是二一乘二 這也是二一乘二 謝謝 怎麼全畫錯了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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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你告訴我 糟糕了 所以一定要那個定法也跟你我超錯的 對 對 好再幫我看還有沒有錯 嗯把鬆開畫掉 對 這邊上面補充一下 不用鬆開 太好了 還好你們還是Active Learner 如果只是聽我講話就錯到你 好 我們進入第二次解除分裂囉 好前期跟第一次解除分裂的直分裂的狀態 沒什麼差 好 接下來我們看第二次的中期 中期的關鍵事件是排列 我們來看一下我們會怎麼排 好結果他是這樣排 把1A乘二倒下來 1B乘二倒下來 2A乘二倒下來 2B乘二倒下來 而且你會看到仿錘絲會連在這邊 所以大家知道排列的方式 預告了分離的方式 所以接下來是誰跟誰會分離呢 怎麼覺得 誰跟誰會分離 姐妹 姐妹 沒錯 1A跟1A一定會被拉開 好 所以接下來的事件一定會是 姐妹 因為複製的姐妹分體會被分開 好 所以在我們的後期 好 1A跟1A會被拉開 好 然後呢 1B 我也寫錯了 寫錯了沒有高手太可怕了 2A跟2A會被拉開 好 好 下面呢 1B跟1B會被拉開 然後呢 2B跟2B會被拉開 1B會被拉開 看來有什麼問題 3B會有問題 1B1會被拉開 1B1會被拉開 2B1會被拉開 1B1會被拉開 好 我們來看一下末期 2B1會被拉開 2B1會對 2B1會被拉開 2B1會被拉開 1B1會被拉開 2B1會被拉開 2B1會被拉開 第一件事情 我的染色體要鬆開 變回我的染色質 第二呢 合魔合人要出現 因為我不寫了 然後呢 第三方 哲瑞絲要消失 所以我的莫及就看不到染色體了 那裡面到底是什麼呢 我們待會再來寫 最後進入第二次的直分裂 得到四顆比較小的細胞 一定比較小 因為我們複製一次 可是卻分離了兩次 這四顆子細胞的內容 會是什麼呢 我們來研究一下 上面兩顆 雖然它已經變成染色質了 可是我們知道它們成分一定會一樣 而且會是什麼呢 一條1A 一條2A 所以這裡面一定是 1A 2A 下面這兩個呢 雖然一片成染色質了 成分一定一樣 這應該為什麼呢 一條1B 一條2B 所以最後面的四個子細胞 注意囉 裡面只有一條長的一條短 1號染色體的一條 2號染色體的一條 2號染色體的一條 這是符合了 咦 我們第一對只拿了一條 第二對也只拿了一條 所以這裡面有兩對變成了兩條 可以理解嗎 好 就像我們二三對要抽出二三條 每一對都只能抽一條出來 可以齁 好 所以簡數分離的結果 就是把對抽成了單一條 可是這件事很奇怪喔 有一件事情不符合數學 大家回到這個 生殖母細胞包看 數學好一點的同學 請問 1A 1B抽一條 2A 2B抽一條 有幾種抽法 四種耶 1A 1B抽一種 有兩種抽法 2A 2B抽一種 有兩種抽法 可是你們看我最後的配子 這裡一種 這裡一種 只有幾種 兩種 所以現在要開放的加分題 請問同學 在哪一個階段做一些微調 我就可以得到另外兩種配子 哪一個階段做一些微調 第1次簡數分列呢 排列 排列 perfect 幾號 18號 很好 我們在第1次簡數分列的排列的時候 也就是中期的時候 我們可以做一些微調 馬上來微調 大約大一分鐘 來 誰說1A一定要跟2A排 1A也可以跟2B一起往上 1B也可以跟2A一起往下 那這裡就會是2B 對 2B 2A 2B 2A 2A 那最後我們就會得到 1A 2B 還有1B 2A 另外兩種類的意思 所以 雖然每一顆細胞 每次都只能決定 你要怎麼排 只有一個方法 比如說每一顆細胞 其實 每次選擇一條路 都只能產生兩種配子 可是不要忘記喔 我們的生殖線 滿滿的生殖母細胞 有人走這條路 有人走這條路 所以最後 我們產生的配子 還是會是4種 好 下一節課繼續 好現在連累我們就這樣躲進 不要擦掉喔 好下課幫我停止錄影 Thank you 謝謝